十二生肖排行榜第一名 蜀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 生肖这件事情归四大天王掌管 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 那一年出生的人就蜀神了 后来四大天王归还天宫镇守南天门 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种动物代表人间的生肖 赐封为神 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 玉帝下令 在规定的日子 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 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次的顺序 但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 那个时候的老鼠和猫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约定一同到天宫去争取圣销 并约定到时老鼠叫猫一同前往 可是机灵的小老鼠想 人间的许多动物都比自己漂亮 并且还对人类物 比如猫念经 兔拜月 狗手屋 龙蛇治水 猴镇山 牛马耕天 猪羊故人食用等等 自己应该想个办法才能争取的属相 于是在规定到天宫报道的那一天一早 小老鼠悄悄的起来没有去叫猫 自个儿跳到了老牛的头上藏起来 任性最好 最勤奋的老牛带他去了天宫 老牛果然第一个赶到了南天门 天亮了 四大天王打开了天门 牛还没等来得起抬腿 小老鼠从牛角上一跃而下 直奔天宫大殿 尽管玉帝不愿意看到这小小的老鼠成为生肖 可是君王口中无戏眼 自己定下的规矩怎能朝令夕改呢 玉帝也只好宣布鼠为生肖之首 称为子鼠 但是因为这件事 猫和老鼠成为了天敌士臭 优优独播剧场—— Amy